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日子大家留在家 个个升级做厨神 但食店生意大减 唯有出招自救 在荔枝角的黄妈记 平日专买芒果糯米池 疫情之下暂停援市 连糯米池都不卖 只是公真空饭 全货网上落单 点对点交收 菲律宾的女送芒 运不到过来香港 芒果的来货都很贵 以前平时一个星期有两三转 现在一个星期都没有一转 成本差不多一倍 这么贵的话 做一件事一件 反而真空饭的销程都还可以 所以我们就索成主工真空饭 销程何止OK呢? 表次老板在Facebook公开预订表格 都会被光速抢购 试过十分钟之内 二百份真空饭已经全部收兴 多过以前的四倍 全因有计 很多过以前 因为现在是八套八套 订二十几个左右 二百差不多 转供真空外卖饭盒 款式亦多了 通常我们有五款 有鸡腿 猪颈肉 鸡串 猪串 和芒果糯米饭 反而现在最受欢迎是芒果糯米饭 出去吃就比较少 找到 第二 都比较贵 用了真空之后 可以放到三日 其他饭盒盒 大概最少可以放十日 现场 还有我们不放防复剂 将它抽到真空 就可以没有空气接触 没有温度 那就不会容易变坏 想吃的话 其实很简单 全部倒回压萨盒盒 蒸或者蒸就可以了 由芒果糯米池 煮卖芒果糯米饭 老板对芒果 依然有要求 专用水仙芒 一份芒 用糯米饭 要用多少 半边 十多元 到一个 香港如果找到 吃泰国糯米饭 很少会用水仙芒 水仙芒的味道 是比较合到 糯米饭和椰浆 和有一种花香味 除了糯米饭 老板其他款式 只是用黄姜饭 在人人关心健康的时刻 就更加受欢迎 黄姜你不能直接吃 最好是拌饭和混水 不会吃到一种姜味 但是一种香味 一种香料的味道 外面吃过 沙爹黄姜饭 都可能二十七十多元 自取 就四十元一套 你吃到八 都是三百二 其他区我们 都是加运费 点对点 下楼也可以 或者我们送到官门楼也可以 真空饭推出之后 大受欢迎 现在连港九新界 远到天水围 上水 粉岭也送货 很多 听到人们叫我们收拾 其实不是 这个集团也有些空位 都听到外面的人说什么 有些人会觉得 哇 暂停营业都这么迟 现在的酒楼有些都要开 反过来 你打开门也未必有生意 闪门 不代表没有生意 床大概多重啊? 床大概30磅,大概300米 我叫Abi 我做Event Decoration 其實還有很多販售 其中一門,推拿 頭凹凹 對了 好 其實二月開始就有疫情 Event Decoration那一行 就開始沒有工作 我又懂推拿 我就試試做推拿 做Event,我原本大概是賺兩萬元左右 現在做推拿,確實價錢少了一半 但好過沒有工作 怎樣令到客戶知道我存在 就因為朋友多 做這份工作其實最難的就是 有時候未必交通非常方便 所以推到很累 可能未去到之前已經死了一半 其實帶著床上門做推拿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在想 推拿一定是要床 不會無端端有朋友 家裡會有床 當然很多人都說 去推拿,帶上推拿床 去別人家就很誇張 但我在想 沒有誇張不誇張 你只要做就要做 我扯爛了我的袋 不過不要緊 我回家是可以扯到的 我大概上年六月的時候 開始學推拿 我和太太上班 開始肩肩肩肩肩肩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想 如果有機會有幸的話 就離開香港 但是我們自己做Event Decoration的專業 在那裡如果沒有人物 一定是做不到的 那其實如果你說 會不會怕無法喉嚨 所以才學多一件事 老實說是有的 四成是怕無法喉嚨 六成是想做多一點 自己喜歡 讓自己選多一件事 這樣吧 我想這樣是最誠實的 好,沒問題 小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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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小時候做的事 主題工業 ид為表演 小丘 之後就製作了Hannah Hannah 就是拿著咖啡色的物體 然後在手上擠擠擠 然後有個圖案那些 Hannah對我來說都頗重要 大概都十年左右了 我之前就在美國考了一個Hannah牌 之後就出了一本書 我都這麼煩 但是我不會叫自己做slash 很多時候都是為世所迫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喂我是slash 反而我會覺得 哇你真的 壓力真的很大 好 上一輩人我們經常都聽過 如果你行門手藝 你包你不會餓死 我覺得不是太通的 你要那樣東西 還要看看社會認不認同你那樣東西 你打字很厲害的 手藝吧 是不是 有機會餓死 因為其實現在打字 變成了通行的 一定會打的 以前是有打字緣這個角色 這個職位的 所以我就因為這樣而 去學多門手藝 讓自己找多一點點 我覺得為什麼現在80號或90號 通常都有這種斜降的生活狀態呢 我們這一代 打一份工作的時候 你究竟夠不夠用呢 未必 所以這件事令到slash 頻繁地出現 因為不夠嘛 那你就要轉一轉 究竟你怎樣可以運得更多 去支持你的生活 如果你生活沒有包袱的時候 你性格不是這種性格 你是不會走去打幾份工作的 反而生活有包袱 才會走去做slash 新冠肺炎對旅遊業界影響有多大 這天我們來到旅行社集中地 屯門華都商場 短短幾十米 就有一半旅行社關了鋪 真的排過了這裏 現在就真的沒問題 排什麼排過 排他們旅行團 即是部團的人數 我相信是 我們問問這間旅行社 新年開始生意少了多少 有飯吃和沒有飯吃 一天我只可以去一次 或者兩次廁所 但現在你可以出去吃一半小時飯 你為何會走進來這間 因為你前方沒有開 現在我們走到碼頭 等他們的貨品過來 陳彥萍是華都商場 少數仍然有開業的旅行社老闆 這一天他們不辦公 和公司的導遊去平州派口罩 左後面 左後面 很大浪 平時去哪裡派到 平時港九新界都有 誰有空 都幫忙 反正舖頭也不需要太多人在 那就沒所謂 快點出發了 開口罩 快點出發了 開口罩 就跟同事搶口罩、派口罩 做渡游5年的Brian 就是其中一份子 有家室 其實是剛剛的事 現在疫情 暗示自己有些積蓄 都還可以 疫情影響 Brian出不了團 收入每個月大概2萬元 變成底身9000元 平日不用派口罩 他都會回屯門公司坐堂 澳門、歐洲長線這些泰國 其實以前全部的版面 都是我們中國線位主 杜派、摩洛哥這些地方 我們亦會有團隊去那邊出發 出不了大陸短線 公司現在都主打澳門和本地團 如果我們這些澳門團 一天其實我們… 中國大團不怕 你留在旅遊巴那裡 還有可以隔得好東西 怕甚麼呢 根本不用怕 對自己有信心 Brian帶開中國短線團 有班中年熟客 新年中國封關 就轉戰大東南亞團 只可惜又遇上封關、隔離等等問題 本身有團去韓國的 那團到三十多人 最終都是剩下十多人出發 所以人數上都跌得很厲害 其實現在肺炎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 基本上可以說少了九成 有時只有一團可以出團 之前平均我們大概有三團 收入上差多少 差了七、八成 現在基本上都是九千多、一萬左右 甚至乎有些朋友好像現在沒有團 他會做到Uber 本地的導遊 他會暫時轉行做保安 你說跌了多少成呢 其實就是停了 完全停頓 是可以這樣說 不過做開導遊的陳彥萍 就認為有危才有機 當初這間旅行社開業 倒是因為03年沙士 他被旅行社解僱而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都很痛苦 有一次 我們剛剛放了一張傳單 在他屋裡 他看完 就說了一句很大聲 這個時間還去旅行 就拿了一張傳單 經過鐵閘飛出來給我們 其實開啟的時候是差不多的 大家都不敢去旅行 沙士的期間是短的 他估計旅遊業至少要等到九月才有好轉 旅行社以前每個月至少出三千團 一年大概有一百萬客 生意額起碼跌了兩、三萬億 十萬、八萬的收入 雖然不放在一個籃子上 反而疫情之後 我們就會放眼其他地方 蛋送中的數字上 其實沒有今次的肺炎那麼嚴重 肯定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我們是停了 因為當時沒有停 為了幫助旅遊業 政府向立法會建議 撥款大概九十六億元 是向每間旅行社派發八萬元之助 就是叫做窮則變,變則通 但是我們旅遊業就不可以變得太大 例如我們可能賣過旅行行 其實我們都違反了條例 因為我們只能做旅遊的產品 即是旅遊的機票、酒店、食宿、團 暫時的建業潮我們都未見到 所以我們如果能力可以的 我們會繼續堅持 起碼同事有飯 不要了,不敢賣老鏡 暫時應該不會考慮 因為未知何時受控 大型旅行社 四十多年來,前所未見 三月份 接下來是四月份 都會跌九成的生意 小型旅行社 團友人數少 情況相對好些 幸好可以繼續出一些 比較山區或安全地方的團隊 我們盡量注意 其中一月份 我們都會做九成四認記碼額 每個月大約三四千萬 我八月有個印度 和九成都不一樣 我都不知道印度 還是一個九成都不一樣 我都不知道印度 我都不知道印度 每個月大約是三四千萬 其實除了我之外還有另外三個伙伴 我們有四個伙伴一起去經營 另外還有兩個同事 不大訴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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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四月運動之後也有少許影響 可能下跌了一樑性路 六、六年 遇到震爆發之後 都不關哪個國家有多少個案 或者哪個國家有什麼警示 其實都不是那件事 這個時候三、四月是不應不適宜去旅行的 三月份 未來的四月份 都會下跌九成的生意 輕背包的四位負責人本身都是背包客 他們認為傳統旅行社的行程欠缺靈活性 所以就成立輕背包 不追景點 主打心導遊 一團得十幾人 創立一年 營業額就達到五百萬 想營造那種年 真的一群人一起去旅行 我們上年出了二十五團左右 團隊真的少了 少了一半左右 我想我自己很粗略估計 大概可能也有六至七成 跌了 有時會拍下節目 主要是經營網店 再加上輕背包 他們四位負責人本身都是坊間出名的旅遊人 吳蚊蚊就比較熟尼泊爾 他就在輕背包帶團去尼泊爾行山 出書 成立網店 brand building自己 增加副業收入 這些都是一般旅行社難以做到的事 即使他們嘗試向多方面發展 但肺炎的疫情也令他們生意大跌 如果旅行或出國之後是有其他困難的話 可能我們都會想想 會專注一些會否搞多一些討論 即許可的情況之下 因為現在可能你疫情太過嚴重 其實你都是有些活動 其實對你都不適合去舉辦 我只能見步行步 其實都是這樣說 我知道了 現在其實都剩下一些保留 所以還可以 那第一步當然是放這個有薪雅旗先 之後就會放無薪假 還有在董事方面 我們全體年都會減薪一半 四月份再觀望 看看情況是不是真的 會不會再壞下去 我們只能夠搜 看看搜多久 因為我們繼續出糧 繼續租公司 我們繼續跟同事都堅守 我們沒有放去無薪假 個人我就覺得 賺少稍後錢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你沒有健康的身體 你賺不到錢 好像賭米 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自由行 又有新派旅行社冒起 再加上武漢肺炎的衝擊 傳統旅行社會不會相對欠缺競爭力呢 90年時又行一整個旅行團 看到現在旅遊的trend 是用手機應用程式 去訂你的旅遊行程 所以我們都投資了七八間 這些初創的關於旅遊公司 其實我們都去試試參與一些新的方向 但是傳統業務始終都不能放棄 所以我們將向持牌的旅行社 是發放一次性的八萬元的津貼 八萬元你作為一間旅行社 其實你很少的支出賣過廣告 小小東西其實就沒有了 對我們來說當然是真的不足夠了 不足夠了 我想八萬元對很多公司都未必足夠了 這隻餅就這麼大了 你應該看規模大小而比 其實我們都提議過一些措施 可能包括一個員工的人數 甚至是NPF的銀碼 來按一個比例上去做分配 可能意義會大些 不過反過來來說 有的好過沒有 旅遊業的情況相當悲觀的態度 二十多間旅行社 組成了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 當中包括中環遊 政府都可以帶頭 從港鐵開始 開始帶頭去免租 甚至大幅度去減租 去幫旅遊業遊說其他大地產商 因為如果不出聲 沒有人知道現在我們在什麼情況 泰國突然說 封十四天了 你要隔離 我們就說 糟了怎麼辦 然後尼泊爾說 要拿健康醫生證明書 你就要做了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事可以做 每天很緊張地幫助所有消息 我們有時很想幫客人 很想幫客人 想想怎樣等下去 不要那麼慘 但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慘 我們一樣很慘 怎麼說我們都在一個城市 困得很久 其實都想出去想 所以暫時出不去 但其實都蠢蠢欲動 至於以前都過了 當然我相信會多人去 到時候可能會有爆炸式的反彈 不是V型 可能不行 可能不行 深入V型 其實沒有想過 它會變成一個 怎樣的模樣 有些少少旅行人的特質 就是主動來吃 有巴士就上去 然後下車 你去到一個新地方 為了越來越來越多 有空長的地點 想要來越多越來越多 想要來越多越海水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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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鈴鐺 還要按鈴鐺